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这个新闻你说不定已经在 看过中文版了也不一定 如果说这算在你的同文层里面的话 那如果没有 我们今天来做一下 他讲的是呢 一个台裔的美国人 那他曾经是Elon Musk 他的SpaceX里面的工程师 你知道吗 他在发射火箭嘛 所以你不要想说 他只是特斯拉的老板 他还有一家公司 在做火箭的 移民火星的那个概念 所以他是前SpaceX 他的那个工程师 那这位台湾台籍的 这位小兄弟呢 他launch了一个 automated mobile kitchen to help solve food delivery challenges 所以launch是发射 跟火箭的发射是同一个字 所以他就开启了 展开了一个自动化的行动厨房 automated应该没问题 mobile这个字 讲一下下好了 mobile 他的几个发音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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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行 所以这个字 我们台湾人在读的时候 常常把它的中音放错地方 请你不要把它面称成 automobile automobile 这样会变成 automobile 好像中音在这里 虽然说这个字这样读起来 好像也没没什么错听起来 好像还蛮对的 蛮像英文的 automobile 可是不是 他的读音应该是 auto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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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记起来 习惯他就可以了 automobile 那你看他这里就是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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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刚刚说的这个字 mobile mobile 跟mobile都可以 美国很大的一家电信公司 就像台湾大哥大啦 中华电信一样啦 这怎么念 前面是automobile mobile 所以正听说tmobile 你不会听到美国人念成tmobile 他们都把它读成tmobile tmobile ok 所以mobile mobile mobile也可以 手机啊 现在叫cellphone 以前你如果叫他mobile phone 没问题mobile phone我也听过 所以mobile也是ok的 所以这个字真的很有趣 他三个发音都有可能 ok 都有可能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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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anyway 所以他就launch了一个 自动化的mobile kitchen 这里我大概会这样子发音 mobile kitchen 行动式的厨房 来帮忙解决送食物的挑战 那你知道有covid这些的嘛 所以连送食物都很危险嘛 所以他们就 所以他的这一家公司 他叫他steller pizza steller这个字 多讲一下下steller 他就是星星星体这样子 那你知道那个 Christopher Nolan不是拍过一个片 不是天能 前面一个星际效应 效应啊 星际效应 那那部片的英文名字就叫做interstellar inter就在什么什么之间 你知道internat international 所以interstellar 就是他这部片的英文名字 所以steller就是星星 interstellar 然后steller这个字 我们多讲一些可以用的地方 例如说我们常在体育表现上 一个篮球员今天晚打得不错 我们就可以说他今天晚上的表现 是stellar performance OK 这个词有时候会看到 走在一起 stellar performance 打得像星级般的这个 星级般的球星星级般的表现 当然你懂了 anyway 好所以他叫他的pizza公司 stellerpizza ok 那他呢 他的名字叫benson chai 听起来是非常亚洲人的名字 真的benson这个名字 真的蛮少听得到benson 一般我听到都是亚洲人叫benson 就西方人白人黑人不会叫benson 好但anyway 我猜就已经他爸取的 那他就接受了这样 虽然说这个叫看起来完全就真的超级 超级亚洲人的 我之前有打开个影片给他看看过 但是我觉得我们看一下文字好了 因为他在解释怎么做pizza这个过程 噪音很大声 所以我不想要回应他的影片 我如果今天做的是回应他的影片一集的话 你会觉得看起来比较吃力一点点 好我们看文字 the first thing benson chai's parents did when they immigrated from taiwan to los angeles was open a fish and chips restaurant a nod to their food centric culture 所以第一句 你看这句 我觉得有一个很特殊的句型在这里面 这句型我们似乎在一周前也做过 也讲过 像例如说 我唯一要你做的事就是好好的爱我 so what i need from you is love me is for you to love me 就是我们在讲第一动词后面 the something something is 接下去 你事实上是可以有这个接原型动词的可能性 接个原型动词的可能性 这句子算是文法中的一个例外 一般来说我们讲文法 绝对不会讲到这种可能 因为这样会变成两个动词 可是这真的是一个exception 这句也用到这个概念 你看 它的主词是the first thing 第一件事 那这边省掉了一个大概是关系代名词 所以第一个Benson Tsai的父母做的事情 the first thing that they did 那动词还没出现 the first thing的动词还没出现 而且这里还没讲完 再加一个时间上的概念 就当他们从台湾移民到LA的时候 when they immigrated from Taiwan to Los Angeles so the first thing was 第一件事情就是 是什么呢 它就用原型动词来当作主词的补语 你看我讲一下 这个概念我再多说一点 对不起 例如说 I am a teacher 我是个老师 这里这个一个老师 或者我今天讲说 I am happy 我是个 我快乐 那这两个东西 我们都称为主词的补充资讯 这一个老师就是我 快乐也是我 对不对 我甚至可以换个方式说 我是个快乐的人 I am a happy person 也行 对不对 I am a happy person 那这边都有些 词性上不一样 这是个单纯的名词 这是个形容词 这是个形容词 又加名词 程度上来说 这个跟这个比较像 只是说 因为都是名词 person跟teacher 直接多了一个形容词卡在中间 你单纯只讲形容词 还是可以 这些就叫主词补语的概念 那主词补语 能不能用原型动词 这种句子不行 就不行 我是是什么东西 你补一个动词给我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可是这一种句子就可以 他们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 是什么 开一家什么什么餐厅 所以the first thing 它这里的结构大概是这样 或者应该讲它的内容 第一件事情就是open 一个什么什么餐厅 所以你看到这里的 the first thing就是上面的i was就是上面的am 然后接下来我这边只补充了 名词形容词之类的这个概念 来当做主词补语 可是在这里你是可以加一个open 接下去 原型动词 它当成了主词的补语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剧情 很特殊的剧情 我会说这是个文法例外 好啦听懂就好 但我相信看也看得懂 所以他们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开一家 什么叫fish and chips restaurant fish and chips就是一种一道菜 这道菜就炸鱼跟薯条 你大概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这个呢 它说是一个对他们的文化的致敬 anod to their food-centric culture not就点头 所以这是一个对于他们的食品为 以食品为中心的文化的一个致敬 所以我们这边补充一下 anod to something 就对什么东西点头致敬 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以食物为中心的文化 名以食为天我们中文说嘛 所以food-centric 所以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century这个 这个词可以放在名词的后面 组合成一个复合形容词 什么什么为中心的 ok food-centric culture alright再多看几段 it is now a strong childhood memory that has pulled Tsai into the restaurant industry after an extensive career in engineering including most recently at SpaceX 所以现在这是一个很强的 孩童的回忆 那他已经把蔡拉进了 这一个餐厅的industry 餐厅这个产业 所以childhood memory没问题 孩童的回忆 那Paul就是拉 他姓蔡 跟蔡总统一样 在一个这样子的事情之后 他现在被拉进了餐饮业 什么事之后呢 一个extensive career extensive就很延展的 extensive 形容词 所以表示他当工程师 真的当蛮久 所以extensive career 在engineering这个产业里 包括最近在这个 Elon Musk这个公司待过 好 Tsai left the company in 2019 with a desire to find a solution to well documented food service delivery challenges 所以他离开这个公司 也就是刚刚讲的SpaceX 19年的时候 也就是已经两年三年前了 那他离开是有这么一个欲望 with a desire so he left the company with a desire 什么desire 后面用不定词把它补充完 so the desire was to find a solution 所以想找出一个解决方案 解决什么东西呢 所以a solution to a problem 所以这个希望同学也稍微知道一下 solution解决方案这个名词 他后面要接 不是for 如果你讲solution for a problem 那这是错误的英文 OK 错误的 你要讲的是solution to a problem 这才是拿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so he has a desire to find a solution to to什么呢 to一个well documented food service delivery challenges 这一个很多个啦这样 所以这个well documented就是大家都很清楚知道的 document是你知道文件 所以大家都已经把它写出来了 这么夸张的一个概念 所以总之啊就是 可能被研究过啦被干嘛啦 所以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在食品服务的这个派送上的一些挑战 OK 那这是一个well documented problem 好 所以好比说像什么呢 high commission fees and illusive profits 所以很高的commission fee 就是那个 我们中文也会讲 这是应该是个台语过来的一个字 所以应该讲说英文进了日文 日文进了台语 然后到现在挂在我们嘴上 commission 听过吧 就是我们讲那个 酬金 酬佣 OK 佣金 commission 所以有很多的很高的commission fees 这是这个food service delivery的问题 那illusive profit illusive就是 让人家琢磨不清楚的 OK illusive 你到底赚多少钱 的那个概念 illusive 像我就真的 常在想说 送那个UberEat foodpanda 他们送delivery 然后还能赚钱 那这个钱到底是谁出的 那想一想到 最后应该都是店家出的就是 所以店家把他的食物的价钱提高 那提高成了运费 然后给这些这个运送人员 是不是事实呢 我想应该是 可是我也不知道 多少程度是事实 所以这些是 elusive the profit probably 好 所以that was before the COVID-19 pandemic proved just how critical food service industry would become to operators and consumers alike 所以这是在这之前 就是这么多的这些问题 那什么问题啊 或者之前什么东西啊 所以在COVID-19 证明出 证明出了这一个 这个food service delivery 是多么的critical OK how critical 这个东西会变成 对谁来说 对于这些 营运者operator 以及对于 consumer来说 就像我刚刚在讲的 我搞不清楚 他们这些钱 到底是怎么赚的之类的 好 然后在这个产业里 有了triple digit growth 也就是说有了百位数以上 triple digit就是 各位数十位数百位数 so the triple digit growth in industry throughout the past year and a half 就是在过去一年半 has only solidified his drive to find a better model 所以这一切 都只有让他更确定的 想要找一个更好的 营运的模式 so has only solidified his drive so solid这个字 是固体的意思 so solidify 就是把什么东西 给固体化了 也就是在这里 就是更坚定 他的信念的概念 solidify 他的drive drive就是叫动机 所以他就recruit了 23个伙伴们 同样都是spacex engineer elon musk可能很恨他 把这个公司挖墙角 undermine他的这个company 所以他recruited 23 fellow 这个fellow就是伙伴 spacex engineers and a handful of experts 以及还有其他一堆的专家们 in the food service space 所以在这个 反正食品服务的空间里 也包括了这个 还包括spacex里面的executor chef 行政主厨 Ted Sisma and pizza consultant noelle bradner 所以总共还包括了 把spacex的行政主厨都挖走了 另外一个pizza专家 consultant就是顾问 and they created stellar pizza 雅阔 on the parent company serve automation 一只蚊子竟然停在我的麦克风上 这简直是逆琳的 你这家伙 非洲 啊fuck 我真的觉得很难打到蚊子 好anyway 所以 呃我们再看一段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我们不用讲太长 所以这个下一代的pizza concept features automated mobile kitchens that can cook over 100 pizzas an hour 所以下一代的这个pizza的概念 就feature了 主打着 那automated没问题 刚刚讲到的是自动化的 啊 我没有特别讲这个字 我想你是懂的 就automation automate 这个字 automatic 就自动的 所以automate 是个动词 这样子 automate 所以automated mobile kitchen 那它可以干嘛呢 一个小时做超过100个pizza cook over 100 pizzas an hour pretty amazing 你想象一下 一分钟超过一个 所以 一分钟60秒 一分钟可以100个 一分钟超过一个 the process starts with a bowl of raw pizza dough 所以它开始的部分呢 是一球 生的 raw这个字就生的 所以还不熟的 那pizza dough dough dough这个字就面团 讲一下 面粉叫flour 这个字的发音跟花真的是一样 flour 混了水揉一揉就变成dough 那还有一个字叫donut 也就是甜甜圈 那你说donut donut 好像不是这样拼d-o-n-u-t 不是吗 这两个字意思一样 只是一个是原始的拼法 一个是进化后的拼法 大概是这样 好 所以 一球的raw pizza dough which gets pressed and shaped into a round pizza crust 所以它就被压 然后就被塑形成shaved into一个圆形的pizza crust 这个crust就是 如果今天是托福亚斯的内容的话 crust多半讲的是 那个地球科学里面的地球的地壳 OK 地壳 那在这边的crust就是pizza的那个外缘 那甚至我们讲说pie crust 一样 就是你吃一个pie 像什么那种很厉害的那种法式点心啊 这些的 那那个好像它也可以去叫crust就是 它的那个外缘的部分 alright 好 原型的pizza crust 然后house made sauce and fresh toppings are added 所以他们自己做的一些酱料 以及新鲜的topping topping就是pizza上的其他的那些馅料 大概比较馅 因为馅的概念是包在里面的 但topping就撒在上面的 and the raw pizza is inserted into one of four high temperature custom design ovens 所以然后pizza就被输入进了插进了 所以insert这个字就是把什么给插进去 像插卡片之类的概念都可以用这个字 所以插进这一个one of four 所以它总共四个里面的其中一个高温的 然后是客制化的custom design ovens ok ovens 好 讲到这也大概够了齁 我很想再念一段给你听 因为我就觉得读一下 就把它读完有一种欲望想把它读完你知道吗 虽然说我觉得我们今天讲这样 虽然说也没有说超多字 可是我前面讲了一下那个主持不语的概念 好啦我就读好了齁 那你可以跟得上跟得上 我不是很想再讲太多里面的单字 因为这样我会觉得自己好像Google翻译机 何必呢? 好我用读的 Essentially we're a team of rocket scientists trying to solve food delivery challenges the current system is broken restaurants aren't making enough money customers consumers,对不起 are paying too much and third party delivery companies aren't really making a profit 才 said during a recent interview 所以只要 quote on quote 讲过的话 essentially就基本上来说 所以他们是一群火箭科学家 we're a team of rocket scientists 试着解决food delivery的挑战 所以目前系统是坏的 他认为是broken 餐厅没赚钱 赚不够钱 consumer呢 付太多了 以及有一些第三方的 运输的这些公司 就刚刚可能讲的Uber Eats 跟foodpanda third party就是第三方的 也真的没有再赚钱 so we wanted to apply our expertise 想要运用他们的专业能力 前面刚刚看过一个字叫做expert 那是一个一个的专家 那你的专业能力就叫做expertise 这个字的翻译也很有趣 它的重音在后面 expertise 前面的expert是你是一个一个的expert expert拥有很多的expertise 大家这样懂 所以他用他们的expertise Our solution is building an automated mobile ghost kitchen 所以他这边家里一个ghost 难道真的是鬼吗 鬼厨房喔 我想他想强调的东西是里面没有人 所以他说这是一个ghost kitchen 或者换一个词 robotic mobile ghost kitchen 再强调一下 机器的mobile ghost kitchen 这实在太屌了 我觉得这个人实在太棒了 ok 然后他总共raised900万从investor 有人要投资他 这样子 好啦 讲到这里真的大概可以了 那有兴趣的 来自己把它看完 我把链接连在下面 要不要复习一下 或许可以啦 很快走一下 mobile就是 我刚刚说过 几个发音都行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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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行 这个字的发音还记得吗 终于不要放错了 就是汽车 automobile automobile 你会有一个 不知不觉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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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倾向 我们自己有时候 会去假设一个字的发音 那多半 可能对可能不对 那大家会把它想 想把它唸成 automobile no automobile automobile 所以汽车业 像以前底特律 汽车业很发达 那现在都没落了 我们就叫它 automobile industry 不是automobile industry ok automobile industry cool 那这个公司 电信业 你如果住美国 你一定不会念错 因为你一定常听得到 t-mobile t-mobile stellar 星星的 interstellar 刚刚讲的是这个电影的名字 就是星际效应 stellar performance 表示你今天的表现非常好 ok 那今天这个句型刚刚说过了 一般B动词后面 不可能加原型动词加下去 可是这种特殊的句子是可以的 像用O开头的句子也可以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那is 然后后面加个原型动词接下去 也是ok 或者用what开头的句子多半也是可以 好 a nod to something 对什么东西给 点头致意 好 a nod to 所以他们一开始 他们的家庭到了美国 LA的时候 先做的事情就是开餐厅 fish and chips 还记得吗 炸鱼跟薯条 so it was a nod to 我们的这个food-centric culture taewanese food-centric 以食物为中心的文化 Alright solution to a problem 不是solution for a problem ok solution to a problem answer也是可以 I have an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所以这边也补充一下下 answer to a question 所以不是answer for a question answer to a question 解析是要用的 ok elusive很难捉摸的 弄得不清楚的 solid跟solidify 形容词跟动词 把什么东西给固体化 这里刚刚说的是坚定了他的欲望 想要来做这样的事情 solidify his desire his drive to give this a try 所以这算是一种 他是一个entrepreneur 他算就是一个实业家 这样子 automate自动化 那他用的raw的dough dough刚刚强调一下 刚刚是面团 所以flour是面粉 加了水就变成了dough doughnut 甜甜圈 没问题 crust是他的那个 派皮啊边缘那些的 叫做crust ok 那地球科学里面 这叫dough dough 专家 一个个专家是expert 他们拥有的东西 叫做expertise 好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啊等等 每次这句都讲得很卡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